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情愿的《不老80》 今天请来 雅兹海默政协会社区教育推广经理 欧小荣博士 欧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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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上来你的节目 不是第一次跟你见面 之前都访问过欧博士 不过在另外一些渠道 今次第一次在《不老80》跟你见面 说到亚兹海默政 湾区来说 如果要知道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通常我们都会找欧博士 找我们亚兹海默政其他的 我的同事都可以 欧博士直接在亚兹海默政的字典 可以问他就一清二楚 首先欧博士 我知道你刚刚去完 阿兹海默政的一个年会 每年都有 今年有什么得着 今年我们亦是一个 互联合 有zoom 有online 还有in person 我们在疫情刚刚初发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就停了一年 去年开始恢复 今年就更多人来参加 总共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大概有五千多人 in person 那很厉害了 因为我看到画面也看到很多人 其实都去到现场 去年就不是现场参加 就是在网上 有 好像类似今年 但是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人 今年就开始多一些人出来 其实今年我知道你跟了很多一些 不同的人士谈过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我知道有很多新的概念等等 关于阿兹海默症 我们稍后讲 好啊 好啊 但讲之前我想问你 欧博士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注重 或者看得比较重要 关于阿兹海默症的问题呢 是不是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对大部分的家庭都很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有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 其实这个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因为这个病本身跟年龄有关 你年纪越大 这个病的可能性就越高 现在人越来越长寿的时候 这个病就变成一个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我知道Alzheimer 就是阿兹海默症 都是会牵涉到有记忆问题 我想有温故资深 阿兹海默症 英文叫Alzheimer 另外一个叫做失智症 英文叫Dementia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还是完全不同的呢 这个是相关的概念 很多人可能会混淆到 有些人以为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 其实我们说 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 因为他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的 这个失智症是由阿兹海默症引起的 那么失智症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说一种症状的种类综合 就是影响到你的认知能力 但是阿兹海默症 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 其他的也都可以引起失智症 譬如血管型的失智症 譬如有些人有一些少过中风 会引起血管型的失智症 有些类维体型的失智症 有些压涅业型的失智症 他有不同的类型 另外就是很多人 他不单只是单一的一种引起 他可能叫做混合型的失智症 譬如有些人有阿兹海默症 也都有血管型的失智症 大概有一半的失智症的病人 他本身是混合型的失智症 是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 放多些时间 可以研究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就会更加清楚 但起码大家知道 如果说起失智症来说 就未必说真的是阿兹海默症 是 最好是去看医生 因为他有时有些失智症的症状 引起的原因 不一定是阿兹海默症 他可能是一些可抑的原因 譬如有些人是贫血 或者是维生素缺乏 或者是有瘤症 其他的原因有些药物的作用 如果你是那些可抑性的原因引起的 你去看医生 和你做一个检查 那你就可以对症下药 它是可以改善的 嗯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 为什么阿兹海默症 因为我知道有些个案 就是说其实很多个案 有阿兹海默症的一些病人 家人来说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 或者甚至乎有时真的未必能照顾到 为什么阿兹海默症的病人 是会要比较难去照顾到 或者是帮到他们 因为他很多时候 他最初的症状是很轻微的 可能是一些短期的记忆不是那么好 但是随着他的病情 越来越深入的时候 他脑部受到的损伤 扩散到其他的部位 影响他的脑部功能就越来越多 他可能是不单止短期的记忆 长期的记忆都没有了 有些人他不可以做一些 就是沟通的能力就没有了 或者他会逃失 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老人家会逃失 就是你一下一分钟不看着他 他就已经出去了 他越走越远 他找不得回 怎样回到家 或者是有些去开火 不记得关牢 有些是一些比较危险的 所以你要扛着他 你怕他吃错药 我以前有一个家属就跟我说 他都跟他妈妈分好药 每天要吃多少 他以为他不会吃错了 他后来就发现 他妈妈吃完药之后 他自己又再放回去 所以你不单止要跟他分 你还要把那瓶药 要收起来 否则他妈妈就很聪明了 吃凶果 我又填满 他吃了药又不记得 有些人可能 究竟有没有吃过饭 他都不记得 有时他又 或者可能吃了 又再吃多几餐 都试过 是的 他有时吃了饭 又说家里的工人没有给他饭 又或者是他不记得他的东西 他又说别人偷他的东西 各种各样区的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做家人来说 不单止是一些长者 自己要知道这方面的东西 家人也要 因为知道了 原来一些这样的病 是会有这样的症状 或者这样的一些 平时生活的一些问题的话 大家的沟通可以好些 还有可以了解多些 就不会这么容易有误解 倒期诊断特别重要 是的 没错 在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 我们会讲讲究竟 在亚支海密证方面 你们刚去完年会 有什么新的概念 有什么新的资料 可以带给大家 如何预防 或者令亚支海密证 不会那么害怕 一会儿再谈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不老80》 今天请来 亚支海密证协会的 社区教育推广经理 欧小荣博士 博士继续 好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当然不可以放你走 今天可以继续问你一些问题 你去完这个年会 我知道 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说 都和很多在这方面的专家 聊天在这个年会上 他们也找出一些 比较确切的一些答案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亚支海密证的话 他们一些病患者 自己或者家人 可以怎么帮到他 是否在饮食方面 运动等等都可以帮到他 其实我提到这个研究 主要是如何可以降低 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 就是有些什么新因素 会影响到他 没有再差下去 是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影响这个 这个亚支海密证的风险 有很多的因素 是 各种各样的因素 有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譬如你的年龄 和你的基因 或者是你的种族 你的性别 你生下来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的 有些是你可以控制的 譬如你健康的饮食 坚持做运动 挑战你的头脑 多些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 有充足的睡眠 再一个就是譬如 保护你的头脑 不要让他受伤 譬如我们今年有一个 新的研究结果出来 就是譬如美式足球的运动员 或者是拳击运动员 他以前说是 他受伤之后 他以后得失智症的风险 会增加 现在就是说 他的风险 可能更加和受伤的强度 譬如你得到 受到冲击的强度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而不是说 你做这个运动有多少年 当然 你受过多少次伤 撞过多少次 他现在更重要的是 你当时受伤的时候 那个脑震荡 那个撞击的强度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规则 所以如果有一些重大的脑震荡 或者是撞到头部 受伤过的话 是严重的话 都可以令到那个人 可能更加容易有 阿滋开默症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说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头脑 是的 平时你要骑车 或者是小孩出去做运动 比如踢球 那些你都要很小心 保护头脑 那再一个就是 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的饮食 例如低脂 那就是多些蔬菜水果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对心血管也好 其实是一样的 我发觉 这次就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过度加工的食品 一些垃圾食品 譬如一些白面包 或者是一些薯片 或者是汽水 鱼肉 这些都是会 跟这个 去晚年的时候 就是 凌智能力下降的增加 就是以前我们的老人家 教得很对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垃圾东西 最好是吃新鲜蔬果 是的 就是不要吃那么多加工的食物 我发觉这件事 真的对很多疾病 都是合用的 是的 有些食物不好吃 又好像都差不多 对于阿滋汗物症不好的 那些食物是什么呢 例如好像糖 你说过 就是 糖当然是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糖尿病 是可以增加 这个失智症的风险 是的 所有对心血管 心血管健康 有影响的这些饮食 都是不好的 就是不要太甜 不要太咸 都是 都是很重要 那吃多些生果 吃多些生果 新鲜的东西 好 比如用一些橄榄油 不要用一些猪油 是心脑相连 心脑相连 心脑的健康 是影响你的大脑健康的 因为我们知道 心脑每一次 收缩 那些血液 供你们全身的营养 但是它大概有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是送到大脑的 虽然你的大脑 只是佔你身体体重 很少一部分 所以大脑对这些 血液的供应 是非常敏感 所以任何影响到你心脑 心血管健康的 都会影响到你的脑部健康 不需要大家注意 另外一件事 说到吃东西 当然是对身体好 是不是 另外一件事 当然对身体好 就是做运动 原来做运动 也可以帮助到 或者不会有阿滋寒物症 或者让它不要那么严重下去 是的 降低这个风险 是的 即使是很简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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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坚持做 今次有一个结果 就是对一些 MCI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那就是如果它是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譬如坚持做运动 很简单的 譬如一些有氧运动 或者一些运动 和比起没有做的 就是差了很远 所以 我知道你刚刚那次跟我提过 就是说如果是COVID-19 就是COVID-19 入过ICU 即入过一些 叫做什么 深切治疗 深切治疗部的 人可能也会 有一个数据出来 也有机会 容易增加 它是加倍的 加倍的 加倍有可能有个 亚织罕默症的机会 是的 或者风险 应该是这么说 增加风险 是的 所以大家 很多这些数据 都是大家 最近这个疫情之下 也收集了 所以对COVID-19 也有一些数据 证明了这件事出来 所以 尽量都不要被自己 会染到COVID-19 如果染到的话 希望都不要那么重症 是的 打疫苗 就可以避免重症 如果很多话 是吧 就不用入ICU 不用入那些 深切治疗部 这个时间 我们休息一会儿 欧博士 一会儿回来 我们就想说说 譬如 在这个 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要很重要 其实也有一些因素 是令到我们 有阿姿海脈症 可能一些基因等等 一会儿回来 再详细说说 这些 我都想欧博士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一会儿 就是说 你有见过这么多个案 或者你做了在这方面 做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一些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 一会儿再聊 没有问题 继续回来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80》 欧博士 我们继续 欧博士 我知道你在阿姿海脈症协会 做了十年了 是啊 是啊 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这十年来说 你觉得你入职到现在 你觉得你们的会儿 或者你自己 有没有觉得 社区对阿姿海脈症的态度 或者他们究竟是 他们怎么看这个症状有改变呢 其实我接触了很多个人 就是说 我早知道这个阿姿海脈症太迟了 或者是 有些人很多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去看医生 诊断了这个病 已经是到中期了 是 他就有些后悔 他说如果我早知道 可以避免很多家庭的冲突 嗯 因为一些误解 没错 这个真的 譬如有些人的脾性会改变 发脾气很容易暴躁 或者是他会重复问 你同样的问题 你可能只会觉得很烦 这样 或者他会说 别人偷他的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阿姿海脈症的 一些早期的症状 如果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会引起很多家庭的冲突 我没有偷到东西 你说我冤离我 听很多这些 有很多这样的个案 但欧博士我想知道 我们怎样知道 他是一些早期的症状 可能他说别人偷他钱 是吧 还有什么症状 我们可以察觉到 是否他没有记性 就是其中一个症状 不单止是记性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十个早期的征兆 除了他的短期记忆受到影响 他有一些组织的能力 或者是以前懂得做的东西 现在可能要花更长时间 是 或者是 比如煮饭 你会觉得 我有个朋友说 他最初发现 他爸爸有失智症 以前爸爸很喜欢和他做 红烧狮子头 做得很好吃 他就发觉 现在爸爸做的 忘记了 好像那些味道不适合 是的 因为可能他煮饭的时候 他已经不记得了 给盐 或者给什么 他虽然也是做得出来 但是那个味道 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很小心很细心 要留意着 是的 老人家是否最近有什么不对类 尤其是在记性方面 或者行为上方面 我知道 比如参加安乐居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一些 好像一些测试 譬如说 给三样东西 他说 叫他记住 等一会儿去问他 或者将数字慢慢减下来 考他减数 是的 其实那些我觉得 都是 叫他画个钟 是的 叫他画个钟 这个那时候 我初头入行的时候 我画个钟 哪会不会不懂 但是其实不是 其实原来 真的不懂 有肢可物症症 或者失智症那些 你叫他画个钟出来 现在是三点怎么画 他们真的未必懂 所以 这些大家可能 知道了 接触过 知道了这些知识之后 就会对我们的长者更加了解 是 我想知道 就是说 你们也会做很多一些 讨论 是吧 我知道你也想呼吁一下 我们 比如一些观众 或者有时我们 港中文的观众 希望可以支持一下 怎样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亚织抗物症 继续发展得好些 以及帮助到 我们亚裔社区 其实就是因为 所有我们现在 希望是有一个药物 或者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帮助到 帮助到这个病人的改善 或者是医好的 但是我们很多的研究 最缺乏的就是 除了这个研究的资金 就是这个人的参与 现在大部分很多参与一些 临床试验的 可能都 华人比较少 是 如果你 没有参与这个临床试验 以后出来的那些药 可能不适用我们华人的 OK 不单止是华人 其他少数做药 都是有一个 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就是 可能很多的试验 你都没有参加试验 我得出来的结果 就不一定适用你 可能适用 Caucasian 白人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 都要踊跃地参加 这个临床的试验 但是不是一定要 譬如那个人 是有阿滋海密症 才可以参加这些 不是的 所有人就是健康的人 因为所有的试验 都有一些 可能不一定是药物的试验 但是所有的试验 都有一个控制的 就是对照组 不一定是有 不一定是药物的 不是说白老鼠 不一定是白老鼠 有些 譬如我们刚才说 生活方式对你的 得病的风险的影响 是的 那这些是参加试验的人 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吃美药 只是譬如 他会定时来和你做检查 看看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 然后再和你平时 讨论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你平时有没有做运动 或者是你有没有充足的睡眠 各种各样的试验 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上去 政府的医院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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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达很多 你如何去选 你可以参加我们 亚洲海密政协会 有一个叫做 Trial Match 就是一个 临床试验配对的服务 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你参加了之后 我们就会和你筛选 合适你的兴趣 你再看看 你是否有意思去参加 这个大家可以自高分勇去做 但老实说 歐博士 如果不影响身体健康 我相信很多人 也很乐意去参与 还有就是 我也觉得 希望我们华人 可以出来多些做这些研究 其实真的 可能就是想研究一下 你的日常生活 如果像你这样的日常生活 会不会有机会 多些得到这个病 等等 其实他们想做这些研究 做一些研究 是的 其实你参加这些研究 安全是有保证的 因为联邦政府的管理 就是万一你参加这个试验 是有一些征兆是有危险的 他会马上停止这个试验 而且你参加 譬如我们在湾区 有Stanford Ussf 他们都有一些研究的项目 那就是说 怎么说呢 不同年龄层都要 其实不只是老 你会得到更好的 是 因为他会定时跟你做检查 你先进去之前 认识的时候 他已经跟你做一个很长进的检查 好似有很多人去看医生 说我有些多厉害的问题 可能医生就说 你年纪大了也是这样 我和你开一些药 就给你吃 可能他都没有正式诊断了 你究竟是阿滋海蜜症 或者是其他的失智症 都没有一个长进的检查 有些人就很想 我找一个专科医生 怎样可以 或者我自肺 所以我想有一个很准确的诊断 不一定你会做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参加临床试验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你做很多 就是一些基本的检查 然后会定时跟踪你的状态 其实他是得到更好的care 或者是有些有希望的药物 他已经没有适用到 推广开来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试验一些 很有希望的药物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支持一下 因为其实经常讲 怎样可以帮到什么病 或者我们怎样可以捐钱 去给一些协会 去做些什么研究等等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不如你可以去帮忙做一些研究 是啊 当然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在这里画面的资料 都可以到时 看看究竟怎样 可以帮到一些研究 尤其是阿滋海蜜症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再一次多谢你 就是阿滋海蜜症协会的 欧博士上来和我们聊天 很多谢Raymond 给我这个机会 不要这么说 希望下次有机会 你上来再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阿滋海蜜症的问题 多谢你 好啊 多谢你 欧博士 其实之前也和他聊天 也和他访问过去 起码好几次 也都知道了很多 一些关于阿滋海蜜症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希望 可以把这个讯息传开给大家 刚才他说到 其实阿滋海蜜症 最重要是早期诊断 有一些症状 大家可以帮到一些长者 譬如他提到早期诊断 多数是记性、记忆等等 而又怎样可以尽量避免 不会有阿滋海蜜症 即是尽量降低的风险呢 他说到 譬如在饮食方面 在做运动方面等等 其实这方面 安乐居在阿滋海蜜症方面 也是不为如力的 好像其实安乐居有一个 叫做Memory Care Center 即是一个记忆力中心 专业希望帮到有阿滋海蜜症 或者失智症的一些会员 我们里面的服务 普通每一个中心 都会譬如有一些营养师 让他们吃东西有营养 这个也是帮助到 降低阿滋海蜜症的风险 还有做运动 也就是说做一些活动 社交活动其实都帮助到 所以等等以上就是 很简单 好像说一个健康的生活 其实就帮助到大家可以很健康 但是究竟多少人 可以真正做到一个健康的生活呢?